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 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基本上它國力比較 就是說相對的這個衰弱下來 所以它的不安全感也比較大 那全球佈局全球戰略就要改變了 也就是說它把它的前沿要強化 就是說它的防衛前沿 美國的這個防衛 本土防衛是最後一道了 它的防衛前沿就第二島 第三島鏈第二島鏈第一島鏈 這都是防衛前沿 所以它過去的話最強是它本身 是美國 那你現在它的戰略的改變 就是把它的防衛前沿 第一島鏈第二島鏈 把它強化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AUKUS 基本上把這個澳洲 列入其中 來強化澳洲的防衛力量 其實就是美國面對它 在軍事武力優勢 慢慢上市的時候 它把它的軍事防衛的前沿 強化 然後我有的時候我不願意去這樣想 可是我有時候在想說 美國會不會最後把我們東亞 它的幾個盟邦都核武化 因為現在美國對澳洲已經怎麼講 突破了一個禁忌 這個禁忌就是核武化它的盟邦 美國過去是自己掌握核武 可是美國現在這個 它當時要把這個核子潛艇的 這個移轉給澳洲的時候 那個舉世華人 你知道這個澳洲的鄰國 印尼什麼都非常非常 反應非常非常強烈 其實當時大陸方面 也有這樣子的反應 都非常強烈 因為它違反了核不擴散條約 它有這個嫌疑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本身 攻擊性核子潛艇化 你本身是用核子動力的 武裝的一種武器 那這不是 這跟核彈桶也差不多了 那你這不是核擴散 你這是什麼擴散呢 所以它美國已經打破了 它過去很大的一個禁忌 因為美國也是不希望 核擴散的國家 它也是這個說 限制核武擴散條約的 裡面的幾個 這個堅強的捍衛者 要不然它為什麼去對 去制裁北韓 去制裁伊朗 因為這些國家都有可能要 要發展自己的核武 所以美國就 找了大家一起在制裁 然後制裁還不夠 它自己單方面制裁 對那它今天對於這個核武器 擴散給澳洲的時候 就讓大家全世界都在警惕 你是不是準備把你的核武的技術 跟你的能力 把它擴散 把它擴散到你 先移到你這個農邦 那你今天有澳洲 你下一個會不會是日本 你下一個是不是韓國 對在這邊這個 離你的主要的假想敵 主要的敵人 最近的地方 都把它核武化了 對你美國 還是躲在太平洋 遠遠的 對那這邊的核武攻擊 都是3分鐘 4分鐘就到的 那這個對這邊 這邊來講 打成一片的時候 美國還是自身之外啊 所以我覺得 如果美國有這種 長程戰略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嚴重的事情 那麼我是覺得 國際社會對於美國 把核武擴散給澳洲這件事 反映得太過微弱 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雖然是 看起來是一小步 是整個人類社會 共同圍堵核子武器擴散的 裡面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踏出了很大一步 我認為是極危險的 所以今天再加上高超英國武器 美國是不是又在搞 英國沙克森聯盟 你要把世界 帶回到種族主義的相互對立嗎 他這些事情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三個都是海權 那你是不是要造成 未來海權跟陸權國家的 一個大 一個基本對抗格局呢 因為你澳洲也是個海權國家 你孤懸於歐亞非大陸之外 美國就孤懸於歐亞非大陸 英國孤懸於歐亞非大陸 你這個三個 英國沙克森民族 都是海洋權利 你用你的海洋權利 來對抗越來越團結的這個 這個歐亞非大陸嗎 越來越整合 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成為一個產業鏈的 一個歐亞非大陸嗎 這種戰略 真的是把人類 我想是開倒車了 講的都很抽象 因為你基本上 國際貿易法 是國際法領域裡面 最規定的最明確 而且最有執行力的 一套國際法律 那過去美國的對中國大陸 貿易制裁 事實上都違反了這個原則 那這一次我看戴琪 戴琪在處理這個 有關所謂的什麼叫做 印太經濟框架 那麼到現在我還是很寒混 上次亮哥說這是政治的框架 這是政治的框架 然後這裡面我看了很多文章 大概貿易學者都提出一個質疑 就是說你這種條約 你如果不能用你美國市場 或其他國家的市場 作為大家加入的一個誘因的話 實際獲利的誘因 就我市場對你比 對其他國家更開放 那我的稅更低 所以就是更開放 對 那你沒有這個做誘因的話 那你事實上你只是增加參與者的實際負擔 這個負擔會增加他的生產的成本 比如說我今天勞動標準 勞動標準你就是你只能怎麼樣 你只能工作八小時 工作八小時以後的加班 你必須要付到多少 這個規定 這個強制依律規定 因為美國常常講說 我就是因為我勞動標準高 我才競爭不過你 那美國的方式不是降低自己的勞動標準 叫其他通通提升 那一提升以後別人的成本也就增加了 所以這一類的像這個 如果是這樣子性質的一個所謂的 印太經濟架構 對想要 對其他國家是沒有經濟誘因的 你進來只有增加你的負擔跟成本 對 所以這些問題就是說 現在都沒講清楚 而且美國就說2022 2023就執行 那我是覺得他們把李顯龍抓去 是要背書 因為他們是想把東西也抓進來 那麼改善這個整個所謂採鏈 它很多都很 第一個它的項目貿易便捷化 然後數位經濟 第三個數位安全 科技標準 供應鏈的韌性 那麼脫炭及清淨能源 然後基礎建設 稅及反貪 然後勞工標準 這些東西在我們看來 都是WTO談不出來的東西 你這個同心調整產業鏈 很多產業鏈專家就講說 你美國會受害比較深 因為你美國生產的東西很少 而且你如果遭到相對爆發 你又是到時候 你又是 就說傷敵一千 然後智商兩千 就跟你這個關稅 自己傷得更重 傷得更重 然後你現在要把人家要拉進來 別人很簡單 你搞一個美國供應鏈 我就供應你美國 可是我跟中國大陸供應鏈 我也不能斷了 除非你用一種強制性的說 你只能跟我做這個生意 你只能提供給美國 這個供應鏈 中國不能供應 那這違反國際貿易法 所以人家為什麼要做呢 而且人家為什麼不能去賺中國大陸的錢 就是將來賣不是管誰出的錢多 或者誰出的錢少 就看你對我是友好 還是對我不友好 對你對我不友好 就你拿錢來也不賣給你 對我友好的話 搞不好賣便宜一點給你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賣不賣看你的態度 你對我的態度怎麼樣 那這個很管用 因為那個不是美國 他們要把俄羅斯趕出這個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那要三百 那要三分之二的多數 129個國家吧 129個 那我算一下俄羅斯需要64票 那就拿這個糧食做武器 那你投支持給我呢 我糧食就給你 你如果投反對票的話 你今年就拿錢我也不賣了 所以俄羅斯現在 現在就要把他的資源當做政治鬥爭的武器 就是北約從老死到復活 老死到復活 老死到復活 對啊現在變成過動兒了 對啊 快速快速回春啊 對不對 波蘭不是講了嗎 波蘭說希望美國把駐歐美軍 擴增到多少 擴增到15萬啊 現在也不過才八九萬啊 兩倍啊 對不對 那你不要北約了 安倍晉三前兩天才講說 我們歡迎美國 我們考慮歡迎讓美國把核子武器部署在日本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波蘭也說 我們也歡迎美國把核武部署到我們波蘭來 是 你光人數就要多好幾萬 六七萬的美軍 哇 這些又是這些駐在國願意出錢 對不對 那真的對美軍來講真的是一大利多 對不對 好久沒有這麼受歡迎了 那他講了好幾個國家 波羅的海三小國 波蘭您剛剛講的 還有羅馬尼亞 他說你們應該都會很歡迎我們吧 都很歡迎啊 尤其這個所謂的三海聯盟 三海聯盟基本上就是歐盟裡面的 所謂的這些反俄的國家的一個集合 那他反俄的話 他們對歐盟也沒什麼 對歐盟也很失望嘛 不是波蘭已經開始罵那些 馬克宏嗎 所以你看你再談 你跟普丁再打十次電話也沒用 對不對 然後呢 又把那個誰 梅克爾也挖出來 挖出來一起編嘛 編子抽啊 是 對不對 現在歐盟這些三海聯盟很簡單 對他們來講的話 北約重要性已經高過 高過高過哪裡 高過歐盟啦 是 歐盟現在這一次把 波蘭你說要扣他多少錢 扣他三百多億歐元的錢 因為他們打官司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都寧願讓 北約美國在那邊駐軍 花錢讓他駐軍 對歐盟現在要罰他的錢 是 所以你看看這個 這個對歐洲的情勢啊 這一場戰爭啊 是 做了這麼大的翻轉 這些真的你關閉領事館 這些是對戰爭是沒有什麼任何影響的 這種心理影響的話 你如果這種可以 就是說嚇阻掉俄羅斯的話 這也是不太可能的 那現在其實這些做法 我覺得就顯示出 歐洲有一些國家 這些非常抗耳 就想借這一次戰爭 一次把俄羅斯打垮 有非常強烈的這種動機 跟欲望在做 所以他們認為是歷史 掉下來的一個 一個機運 他們對俄羅斯的各種 百年 機運 所以他們要好好把握 要好好把握 然後呢 就要最重要的 就是繼續對俄羅斯加以怎麼樣 打擊 另外一方面呢 繼續要支持烏克蘭撐住 那所以烏克蘭也很配合 所以現在要全民皆兵 所以這場戰爭就是說 你可以全民皆兵 像阿富汗就全民皆兵 差不多了 那到處都是游擊隊武裝 那跟美國也打了20年嘛 可是大家都看到說 美國撤兵的時候也難過 可是你沒有想到 阿富汗這國家已經打到 全世界最貧窮了 然後呢阿富汗有1000多萬難民跑出來 是 然後阿富汗的小孩子通通教育 都這個營養不良 然後全國一片焦土 然後呢現在還要在那邊清什麼 清地雷 到處都是地雷 所以烏克蘭可以走這條路 阿富汗化嘛 你也全民皆兵嘛 你就是以戰鬥作為生活 對不對 你做一個真正的戰鬥民族 這個是可以的 是 你今天折倫斯基可以率領烏克蘭 往這方面走 大家都也不要 日子也不要看了 也不要過了 然後隨時準備拼命 對不對 然後呢 什麼時候能勝 不曉得 對不對 用什麼 用血肉之軀去對抗什麼 對抗核子武器 對啊 所以 這就看你的 這是一個選擇啦 這是這個國家 這個民族的選擇 對不對 對我看就是說 目前這個方向 就往這方向走 嗯 那你能把俄羅斯就嚇走嗎 我看普丁也不會被他嚇走 嗯嗯 那就長期化嘛 就跟米利 將軍 講的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 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